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俊 你好 我前几天演出的时候脑袋被门挤了 字面意义上的 就是这里还缝了针 当时我跟导演组说 我说我都已经这样了 要不今年就直接让我过了吧 他们说你都这样了 要不你明年再来吧 我说我开玩笑的 你看我这嘴巴巴的 不是还能说话吗 干啥都行 没问题 你吩咐哈 于是我就来开场了 去年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说了一些 自己读博士的事情 大家还记得吗 有一些印象 但是我要坦白 我今年已经没有继续读博士了 有两个原因 第一 我非常喜欢 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 脱口秀 你知道吗 我感觉我也不擅长搞科研 我只会搞笑 当然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我导师跟我说的 他每次看着我 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数据 所以不搞笑吗 第二个原因 我觉得我读博士这事 心不成 就是博士啊 对于我来说 它不是个学术地位 它就是一个社会地位 我追求的不是 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我追求的是 别人听说你是一个博士的时候 那种赞叹 就别人是 哇 你是一个博士 你也太厉害了吧 我每一下都折到我心里去了 你知道我特别喜欢品尝这种虚荣心 我表面上 没有没有没有 心里边 喵喵喵喵喵喵喵 哇 你好厉害呀 喵喵喵喵喵 你好聪明呀 喵喵喵喵喵 我以后就不叫张俊了 叫张博 我已经开始预知这种虚荣心了 现在我收件人只写张博 快递员给我打电话 喂 你好 是张博吗 对 我是一个博士 张博你的退约通知到了 麻烦签下字 好吗 但是也有麻烦的地方 因为你知道我家其他人 也有一些长辈 他们也是博士 所以如果我叫张博的话 我就跟我爸同名了 别人跟我爸打招呼 张博你好 这一定是您的儿子 张博吧 我爸说 哦 他 他是张硕 所以你知道 当我第一次听说庞博 原来 只是个硕士 不谦虚啊 庞硕 我还是大王 我朋友知道我父母对这个学业非常的执着嘛 所以他们听说我博士一业之后呢 格外关心我的父母 他们就一直问你父母呢 你父母怎么样 你父母还好吗 他们的前台词其实是 你还有父母吗 我说他们应该是同意了吧 因为他们听我这件事之后 他们一直跟我说 你小子行啊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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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行啊 行 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但我们家的博士也是要后继有人的 现在又能生二胎三胎了 我和你爸决定再要个一胎 希望你能尊重我们的选择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跟他们讲这个事了嘛 他们一开始不同意 我就要说服他们 我说我真的很喜欢搞笑这份事业 我也很擅长 我导师也这么说了 你可以去问他 所以我决定搬去上海 全职做一个脱口秀演员了 上海是全中国最先进的几个城市之一 治理水平非常厉害 那还能出什么岔子呢 不会出任何问题了 时间快进到今年的上半年 我在上海居家隔离的时候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 我以为他们来关心我 他们说 还搞笑不 开玩笑 当然是最后学历这个事情 你要说清楚 知道吧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娱乐圈嘛 学历不能开玩笑 我之前开玩笑 说什么张硕呀 只是个硕士这种 但其实我读的是直博 就是本科完了以后 直接读博士 所以我现在没有读博士之后 我也不是硕士 我是张本科 谢谢大家 我是张本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